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这里是 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男书 本屋战争第三周已经结束 然而局面开始出现一些微妙变化 乌克兰从过去抵抗到底拒不妥协 到现在不再要求加入北约 似乎流出了一些妥协退让的空间 而俄罗斯也在谈乌克兰中立的条件 并明确表示无意占领乌克兰 双方从过去的势不两立 到开始就乌克兰中立的模式 开启争论 这是否是一个停火谈判前兆的信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 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视频演讲 而这位总统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对比珍珠港事件和美国的921事件 令到美国国内同情乌克兰的情绪 是到达了高潮 拜登总统当天下午就签署命令 再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8亿美元的 军事援助 乌克兰局势令得美国西方空前团结 被逼到困境的俄罗斯处于战略需要 开始寻求与伊朗发展更加紧密的合作 俄罗斯外长与伊朗外长紧密沟通 形成联合向美国施压的态势 好 今天晚上的凤凰全局连线 利沃夫现场有凤凰卫视特派记者曹杰 德赫兰现场有凤凰卫视 驻伊朗记者李瑞 北京演播室请到中国社科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 武汉现场有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四方连线分析 俄乌局势的最新走向 刘四号的这组报道 俄乌战火已持续三个星期 双方在部分乌克兰城市展开激烈巷战 局势在表面上仍然焦灼 战场拼杀似乎难解难分 乌克兰也继续加紧在国际舆论场上 开辟后援新战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 以事项连线方式向美国国会发表讲话 继续寻求美国支持 还引用偷袭珍珠港和911事件 等美国遭严重外来袭击的事件 呼吁美方在乌舍里禁飞区 有很多要求 要求美国国会发表一个 无舍离标准备 救人家 是这太多了吗 人生的无舍离标准备 是什么 乌克兰 是让美国国国会 无舍离标准备 我们自由国家 然而泽连斯基的演讲 虽然获得了美国国会 两党议员的热烈掌声 却暂未使得他们的立场 出现大幅扭转 白宫更是直接泼了一盆冷水 称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 将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挑战 至于美国总统拜登则一边 圣赞哲连斯基的演讲 一边又宣布对乌克兰额外 八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援助 不过大部分都是单兵轻武器 同时也并未回应 设立禁飞区的请求 乌方寻求外援收效甚微 不过俄乌之间的谈判 似乎又露出了曙光 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表示 俄对乌军事行动 仍将按计划进行 不过俄方也已准备好 就乌克兰的中立地位展开谈判 有乌克兰谈判代表也表示 俄乌领导人有望 在接下来几天展开直接对话 并有信心就停火问题达成协议 俄乌从战场打到谈判桌 其外衣效应也愈发明显 作为其中一个战争难民涌入点 又是早前不断在队伍援助战绩 问题上被拿来说事的波兰 继15号连同捷克与斯洛文利亚 共同进行三国总理突访基辅后 波兰官员又在近期声称 波兰经济发展迅速 应该取代俄罗斯成为G20成员 不过G20轮值主席国印尼的官员表示 G20是一个多边经济合作机制 不打算将俄乌冲突纳入当前议程 另一个受到俄乌局势影响的 则是伊朗核协议 在西方对俄全方位制裁的情况下 俄美在伊核协议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有美国媒体称 美方不会为了与伊朗达成协议 而向俄罗斯妥协 但伊朗外长阿卜都拉西洋 16号表示 俄罗斯并没有给核谈判设置障碍 俄方已经收到美国的书面承诺 指俄乌局势不会影响谈判 边打边谈 俄乌西方最终谁能达成目标 刺激而动 域外多国是否利用俄乌局势 骨牌效应 俄乌战火如何影响地缘格局 硝烟之外 蝴蝶正翅 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发表演说的同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对国内发表了一个盛大的讲话 似乎看到在战场 陷入胶着的时刻 双方都在争夺 国际舆论的支持 好 怎么看现在俄乌局势的 一个最新发展 立刻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 首先为您连线的是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 冯所长 我的疑问是 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时刻 邀请泽连斯基 对参众两院发表讲话 而且我们看到泽连斯基 真是开创先河了 他成为既在英国议会 美国国会发表 事实上演说的首位领导人之外 今天要去德国议会演说 然后接下来 向日本国会发表演说 他是不是已经被西方 塑造成了某种 就是反俄罗斯 反专制的一个符号和象征了 怎么看 好 杨淑 你好 我这么看 这一方面是西方现在 特别是北约给乌克兰 军事上的卷入 他们要一定的要防止 他们不愿意军事直接的卷入 同时他又想给乌克兰 这个道义上的支持 这是西方的整个一个心态 另外这个战事发展到今天 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就是说乌克兰 其实能坚持下来 它得到了欧美 以及其他国家的很重要的资源 这个大概现在是反俄 这个援助乌克兰 确实也是令很多人感到惊讶的 对乌克兰的援助 如此的大规模的援助 但是对于泽列斯基来讲 对乌克兰的总统来讲 他觉得这个援助还不够 我们刚才看那个片子已经看到了 泽列斯基希望是北约能够 直接卷入这场战争 特别是希望美国能够 直接卷入这场战争 比如说市值这个禁飞区 所以说它还嫌不够 还嫌欧美给它的支持力度不够大 所以它现在 我认为它是正在发动一个魅力公社 这个魅力公社 到欧洲一些国家议会演讲 到美国的议会演讲 尽管都是视频 但是你不能不承认 泽列斯基他这个是非常 表演艺术是很高的这么一个总统 他是这个 所以说我觉得他还是在得到了一些 议会的很大的一些同情 但是话要说后来 北约是坚决不愿意 直接的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 这个太可怕了 因为拜登讲了 那就是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 甚至是一场核战 所以西方你看到就是一方面支持 但是一方面也把红蟹画得很清楚 杨树 对确实是这些演讲 在这上他自身那个演员的功力 还有现在已经塑造成一个 反战英雄的形象 确实在美西方 掀起了这种魅力公式 对乌克兰的同情也达到了高潮 但是我相信对泽连斯基来说 受欢迎程度并不是现在他最想要的 最想要的还是西方最实质的援助 包括你刚刚说的设立禁飞区 但是西方不愿意设立禁飞区 否则就是跟俄罗斯完全撕破脸了 王鹏你怎么看 我们看到一方面 西方不愿意跟俄罗斯直接开战 所以不设禁飞区 但另一方面大卖武器 这个他演讲完了之后 拜登直接又批了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有无人机等等 这些武器的加入 对于现在的俄罗斯在战场上 又会形成哪些压力 主持人 我非常同意刚才冯所长的观点 就是美国禁飞区 他是不会答应的 但是他会不断地卖武器 这个之前我看了有学者做个比方 就是说普京的这一次行动 是准备百米冲刺 就是尽可能地模仿几个月前 在这个哈萨克斯塔的这个成功的案例 快进快出 达成目的 然后撤出来 这是百米冲刺 但是在美国西方北约的 这样一个支持援助之下 乌克兰他挺住 然后把这个百米跑道 给他拉了 拉成800米或1000米的跑道了 那么现在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 一些在技术上 战术上非常不利的影响 俄罗斯很明显 看到现在我们应该是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就是他的准备是不足的 说这个最初俄罗斯进场的这个部队里面 还有这个像公安或者说像类似这个防暴部队 就是说他是没打算打持久战 或者是别说持久战 就是稍微时间长一点的 他没有这个计划 包括他的后勤 他的供应等等 他是准备进去的时候很快赢 然后维护治安 把治安站 那么现在呢 从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就像主任刚刚讲的 让泽连斯基想让北约下场 直接化经费区 自己上来打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美国确实会给真青白银的新的武器 而且这些武器主要是单兵的 那实际上呢 就是要消耗乌克兰的人力资源 消耗 说得更露骨一点 消耗乌克兰士兵 甚至是老百姓 因为他直接给老百姓发枪了 就是让他们用血肉之躯 去给俄罗斯 不仅仅是造成这个军事上的灾难 更多的是给它造成道理上 以此呢 来为全世界把俄罗斯进入了孤立 来 现在我们看到 这已经是一场混合战争了 有学者打比方说 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了 我给他比方 贴个标签 像第二次七年战争 就是欧洲历史上 有个七年战争 有人说 它是第0.5次世界大战 就是比一战更早 小规模 但是它的那个雏形 已经有了 就是欧洲的列强 全部卷入进去 而且它不仅是在欧洲本土 就是什么普鲁士 奥地利 沙俄这些国家打 而且像英国 法国之争 在背后的这个大国 英国出钱 在北美殖民地 在印度 打了一塌糊糊 最后呢 一场战争打下来 列定了英国的霸主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战场是在乌克兰 俄罗斯乌克兰 但是背后呢 美国包括俄罗斯的 有好的国家等等 这些其实呢 包括舆论战 混合战 全面的展开 在它除了战场之外的 那些血雨腥风的 那些东西以外的 已经在全球的互联网上 已经展开了 对 这是一场混合战 这是一场全球混战 好 我们看到这个泽连斯基 在向西方发动 全面的舆论攻势的同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不甘事我 16号他向全国 发表一个重要的电视讲话 再次强调 俄罗斯无意占领乌克兰 这样的信息 在乌克兰当地 引发怎样的想法 立刻连线特派乌克兰 利沃夫采访的记者 曹杰 曹杰你好 请问针对普京的讲话 乌克兰官方和民众的最新反应 是的 杨叔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 对外界再次地表达 俄罗斯并不是想侵占乌克兰的领土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 从政界到民间 大家的看法 还是有所不同的 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说 这样子的讲话 其实他也不是第一次听到 他对于目前双方的谈判 仍然是公开表示一个 相对乐观的态度 因为他认为 双方的初步达成的共识 还是有建设性的 从外界所透露出的消息 那就是乌克兰承认 今后不会考虑 至少短期内 不会再考虑加入北约 从此让俄罗斯放下戒心 同时乌克兰方面 也会考虑相对的 处于一个 俄罗斯所希望看到的 中立国的地位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究竟如何构建呢 是不是俄罗斯方面 允许乌克兰获得更多 来自英国 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支持 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双方还是存在的分歧的 另外在目前的谈判过程当中 双方还没有就乌克兰的东部地区 以及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 达成公开的共识 所以双方的谈判还在僵持当中 也在此可以看到 战争仍然在每天的继续 所以对于乌克兰人来说 目前俄罗斯方面的讲话 他们也只能抱着一个谨慎的态度 那从当地的政界到民间 很多人都不相信 战争会很快就此止步 对于俄罗斯的防御的这种心理 他们会持续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 除此之外 乌克兰方面也在不断地鼓励 更多的西方的企业 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西方的国家 加大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我们从之前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对美国国会的讲话 以及对其他的西方国家政府 国会的讲话 都可以看到 乌克兰非常希望从经济层面 来扼杀俄罗斯的经济 除此之外在国内 其实乌克兰的中央政府 也是在这么样的布局 那在昨天我们看到 我们所处的乌克兰的西部城市 利沃夫以及整个所处的 整个州政府这个范围 都在考虑应用一系列的 经济改革的计划 呼吁或者是鼓励更多的 长期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经营发展的企业 西迁到利沃夫 利沃夫城市或者利沃夫州 一方面是保证当地的 逃来的难民有工作的机会 但另外一方面 也是用意比较深远的 就是希望能够 应该是抽干 这个乌克兰东部经济的命脉 所以从各层面来看 乌克兰仍然是采取一个 防守反击的模式 在应对俄罗斯的挑战 那俄罗斯方面 现在所表现的态势 从西方媒体 或者是从乌克兰政府的 部分官员的解读来说 很可能是战事进行了 20多天俄罗斯也略显疲态 愿意放出一些信息 希望能够双方能够 尽快地达成和谈 但是也有可能 是俄罗斯方面的 一个缓兵之际 在酝酿时期 进行下一步的军事的进攻 因为毕竟春更的播种的时间 4月份就要到了 所以双方都必须要 面对一个现实 如何能保证农业的发展 在这个时候 随先让步就变得 非常的重要了 要说 好 就俄罗斯在谈话当中 释放出的一些缓和的信号 是不是让步和妥协的一个开端 这个部分我来继续请教一下 冯仲平所长 因为自从普京提出 乌克兰中立模式之后 我们发现 双方就到底乌克兰 是和什么样的中立模式 进行了一来而往的一个争论 这个要瑞典模式了 那个时候要乌克兰模式 这个让大家感觉到 过去他们在谈判桌上 是势不两立的 没有任何交集 但现在开始就一些具体的问题 进行争论了 是不是一个妥协退让的开始 或者信号呢 您如何解读 这场战争 杨树 这场战争实际上很有意思 其实一开始 俄罗斯是数战数决 是想达到这个目的 但后来达不到这个目的的时候 我就发现 已经是两条战线作战了 边打边谈 谈判是一条战线 打是军事行动是一条战线 这两条战线呢 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 打有时候是为了出谈 谈有时候是为了结束军事行动 所以他们就互相起作用 互相在这个发挥作用 那么今天我看到的 我也同意你刚才讲的 是否谈的这种气风要上升了 也就是说双方都有更多的意愿 表现出来愿意妥协了 这就是给和谈 给了更大的希望了 从俄罗斯方面讲 他的目的 其实也在一步步地实现 但是久拖下去 绝对对俄罗斯是个不利的消息 俄罗斯的经济也耗不起 而且俄罗斯呢 他这场战打得很费劲 为什么呢 他实际上还是一场政治战 他要尽量地减少 对乌克兰平民的伤害 那么所以说 他又不想占领这个国家 那么你想他这个仗怎么打 所以他就是 他的出核的这种意愿 我觉得还是实实在在的 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当然是 他受到的打击最严重 但是乌克兰呢 一边想谈 但是又怕这个 如果这个让步太多 他觉得这个也不行 所以在这个谈的气氛在上升的同时 也不一定说马上就会有一个和谈的结果出来 因为这可能是最紧要的一个关口 谁都想在看到对方想停火 看到了这一点这种心理下 都又想逼迫对方多准一丁点妥协 那么现在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交叠在什么地方 谈判桌上究竟有什么问题 好 您提到一个关键点 战争第三周结束 他住第四周的时候 现在已经进入到双方的一个关键时期 好 我想要问问 就是伊朗方面对这一场战争 以及接下来的发展有怎样的看法 来 李锐 你在过去这几周也采访了很多伊朗的专家 他们对于接下来战争 还有谈判桌上的走势 有怎样的看法 好的 杨树 其实首先关于伊朗和乌克兰的问题 其实在伊朗国内有不同的声音 而且有很大的争议 那么在伊朗官方来看 俄罗斯发动这样一个进攻主要是因为 北约和美国的错误政策引起的 所以认为根源是在于西方的这种错误政策 所以还是比较支持 就是比较反对美国 但是就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 其实是战役中立的一场 就是也不会谴责俄罗斯 当然也不会去支持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那么现在目前我们采访了很多专家 他们都认为时间拖的越长 就对俄罗斯其实越不利 但是在军事上俄罗斯也不会输 所以现在这个结果其实是大家都在观望 那么其实俄乌局势对伊朗的核谈判 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在伊核谈判上大家都认为 伊核谈判和俄乌局势是两回事 但是继上两者却有很大的联系 因为俄罗斯是伊核谈判中的一个重要的一员 所以俄罗斯提出的关于新的要求 所以也使得上周伊核谈判暂时的暂停了 但是因为15号伊朗外长阿卜多拉西洋前往俄罗斯 那么各个俄罗斯谈得很好 也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 同样俄罗斯也得到了美国的承诺 那么所以目前来说 伊核谈判的前景也好像乐观了一些 那我们昨天看到伊朗外长阿卜多拉西洋 对这个核谈 他表态说就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么还有两个问题 就是关于制裁还有关于经济保障这两个问题 还有需要美国的最终的决定 所以我们在期待 就是现在可是不是 这个伊核谈判可能会达成结果 同时我们还采访专家认为 现在的俄乌局势呢 虽然战争对大家都不好 但是实际上在政治上面说呢 是对伊核谈判是有好处的 那么它的激进影响就是促成 美国也很想让这个伊核协议达成 那么同时呢 也希望伊朗的石油能够出来呢 弥补这个对俄罗斯的制裁的 这个石油的增长 杨叔 好 谢谢李锐 好 下节目来 我们继续再分析一下 就是被逼到困境的俄罗斯 下一步跟伊朗方面 会如何加强战略合作 一会儿见 好 俄罗斯因为对乌克兰 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 遭到了美西方空前一致的 大棒制裁 现在经济陷入困境 被逼掉墙角的俄罗斯呢 现在开始寻求与伊朗 加强战略合作 这个部分也继续来请教一下 德克兰记者李锐 我们知道15号的时候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安 访问莫斯科 请问一下双方外长谈的怎么样 谈到了哪些未来可以合作的空间 因为现在两个国家 都是受到美国制裁的 如果俄罗斯和伊朗 加强合作的话 会不会招致美国的制裁呢 好的 杨叔 首先就是阿卜杜拉西安 这次去访问俄罗斯 他说的是谈了三个内容 一个就是关于伊核谈判 维也纳特谈 第二个就是关于俄乌局势 他希望政谈促和 第三个就是关于俄乌 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合作 那么其实在我看来 在经济上面 其实俄罗斯和伊朗的 这个合作的空间并不大 因为两个国家呢 都是产油国 都是能源大国 但在其他方面的经济并不互博 那么伊朗呢 主要是从这个核能方面 与俄罗斯进行大量的合作 还有军售上面呢 也跟俄罗斯进行合作 俄罗斯呢 是军售方面的伊朗的这个 进口第一大国 那么还此外呢 就是双方在能源上呢 就是相互倚众的这个程度呢 相对要少一些 甚至呢 如果是伊朗的核制裁 就核协议达成制裁取消 可能伊朗还是和俄罗斯 是一个大的竞争对手 那么这是经济上 但实际上在政治上 和这个地链战略上 其实伊朗和俄罗斯 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合作 无论在中东 叙利亚地区 还是双方在这个国际领域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空间 进行战略合作的 那么这也就是 伊朗的来袭政府上台的时候 他一直在提出要和 像东看 和俄罗斯还有中国呢 要这个见联系 那么现在看来呢 就是双方的经济空间 可能不大 但是政治空间可能很大 杨树 好 谢谢李锐 就这个部分最后一分钟 来请教一下王鹏 我们看到就是这一场战争 到底对接下来地缘政治格局 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 俄罗斯被西方全面孤立 然后现在加强跟伊朗的一个 合作等等 你怎么分析 这个问题很大 那么简单来讲的话 第一我觉得是固定了美俄关系 在这之前呢 其实我们一直很大些 就是比如说如果特朗普 两年之后 如果又上台了 是吧 他会不会又奉行 这个拉拢俄罗斯 包括最近我们看到 美国非常出名的教授 米尔斯海默 反复的批评这个拜登政府 我们的对手 真正对手不是俄罗斯 是谁谁谁 你们要如何 但是呢 现在这事已经发生了 这战火一响 以后呢 即使俄罗斯不是普京当政 换一个打 他是亲西方的 他也没办法退回去 为什么呢 这乌冬地区两个 你已经承认了嘛 这个 克里尼亚半岗 你已经吞进去了 吃进去的时候 他没法吐出来 他如果要跟西方和解的话 那你得把这东西吐出来 吐出来的话 那国内的选民 国内的利益计划 能够饶你吗 不可能 所以把这条锁死 这条应该说对其他利益计划大国来说 是好事 第二呢就是刚才记者也说 就是中东啊 中东这一块呢 可能就是俄 俄欧美之间的这样一个战略三角互动 在这个乌特兰战争的这个计划之下 可能会给中东的局势带来一些转急 目前我们也看过 很明显伊朗就在利用这个事情 所有的就是小大国相争 小国余力都一样 所以这个今天时间不够了 这个问题特别大 我相信咱们可以再继续说一个小时 但简单一个结论 就是俄乌冲突带来的后续的这个 连续的效应和骨牌效应 还在发酵当中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非常谢谢 给王嘉宾和记者做深入分析 谢谢收看 再会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